大家好,我是飞标队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Pi Network主网以来,放弃的,丢失的人速度回归,放弃的,卸载的等其他原因丢失的派友速度回归。 通知你的派友们,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月的时间而后悔。 那是一万一。 前几天项目方的推特发布了给我们惊喜,没想到今天就来了Pi Network主页,出现了Mainit主网按钮。 有的派友没看到,一会就下线了,需要修复。 自己单挖的币,不包括安全圈,邀请的人的币,即基础币可全部释放,当然需KYC之后,基础币也可质押。 如图Amount显示的币,邀请人的币,安全圈的币,需双方都通过KYC之后释放,可质押挖矿,产币。 质押越多,时间越长,挖矿速率越高。 这是通过复杂的公式计算得出。 数学好的可字,新研究。 质押时间,最短两周,最长三年。 三年挖矿速率最高为五倍多。 可自行配置质押时间,对于质押的币量,自行配置,还有生态等等,还未开放。 一问,若我全部的币释放,是否就停止挖矿? 个人推测,可能会停止挖矿。 具体细节等开放Mainit。 再更文,目前Mainit暂有关闭,等放开。 做好基础准备工作。 等KYC。 登主网,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订阅,点赞,点亮小铃铛。 谢谢你们的支持。